好,举个例子,例如我想iPad每一天都提醒我起床 当然可以设定热门,但其实删写这里,automation做的东西更加多 你这样按automation,这里是我设定了的automation 即是每天某些时间会自动做的 例如我现在想开一个新的,按键 可以选create personal automation home automation,如果你有home port 即是apple的喇叭,你可以用这个 我们先选上面这个 进来这里有一堆东西给大家选 我们先选第一个,最简单,time of day 可以有日出、日落、固定时间 例如08、00,早上 如果我选weekly 这里下面还可以选星期一至星期五 六天我们不用上网货 接着我再选next 接着可以选action 这里就是加个action 用来new automation 用来new automation 有一堆的选择给大家选 下面都有些suggestion 这些其实是iOS 平时留意了大家开iPad的apps的时间和习惯 选我们自己想选的东西 例如我想它播歌 我可以选media 这里有个play song 我们来找找 这个是music 我想它播一首歌 例如我的iPad上面 都有些音乐 就算没有也不要紧 因为Apple Music都有 这里我可以选play music 例如你的library有些歌 你上去每天早上都提醒你起床 即一到八点钟就播歌 很有趣 即使你关了相机也好 它也会自己播歌 另外选吉他音乐 按加键 这里可以设置重不重复 或者如果你选几首歌 可以shuffle洗牌 我选择播一首歌 Next 8点钟 play music 这里基本上不用再ask 因为每天我都想它自动 闹钟播歌 就关了 就关了它 Don't ask Done 这样就搞定了 每天早上八点钟 我都是试过的 它就会播这首音乐的了 它就run这个指令 可以设置一些自动化 有些东西每天都定期做的 例如提醒自己起床 够钟上课了 上网课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立刻试试 我们立刻试试 熄了iPad 到处到后 即使iPad进了lock screen mode 它都会播放一首音乐 它都会播放一首音乐 好 播放一首音乐 果然合作 好